第四百八十一集 第二魔使在底院身后的修罗神国担任高位 自然见识广泛 他见过魔神护心镜 可觉得即便是魔神护心镜 也无法与眼前这口紫色常见媲美 恐怕只有结合护心镜和铠甲主体完整体的魔地之铠 能与之一比 第二魔使不敢大意 身体暴退的同时 上百道枪盲打出一起轰击在浩白之剑上 浩白之剑毕竟是无主之剑 林明未能在其中灌注真源 而百万斤的力气也比不过巨猿体系六重命运强者发出的能量攻击 一道道能量打上去 浩白之剑剑身上爆出一连串烟花一般的光芒 去世剑环终于滞留在半空中 这是无主之剑 第二魔使呼吸急促 这圣剑不出意外 是那个小畜生在雷狱中找到的 以他的修为和灵魂力 还不足以留下自己的精神印记 没有精神印记就无法灌注真源 所以林明只能像扔飞镖一样 把神剑扔出来遇敌 这简直是暴殿天悟 如果自己能得到这柄神剑 第二魔使心跳加快了 哪怕他不用剑 把剑交给修罗神国 这也是大功一剑 会得到无尽的资源赏赐 要知道修罗神国正有几个用剑的神海大能 苦于没有一柄合适的宝剑 如果让他们知道这柄剑 必然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夺 小畜生 你这柄剑是我的了 第二魔使脑海中滑过这个念头 对着厚白之剑打出一道黑色的封印 想要先抢到厚白之剑 否则被林明收回去 而林明又不想跟他战斗 掉头飞逃 以他的速度绝对追不上林明 黑色的封印能量越来越强 很快笼罩了附近的空间 第二魔使很清楚圣器及神剑的威能 想要留下自己的精神印记 谈何容易 尤其现在他在与林明做生死对决 分出精神印记 想要控制神剑 搞不好被林明瞅准机会 给反杀掉 最稳妥的办法 是先把这柄神剑封印 收入须眯界中 日后慢慢对付 不得不说呀 在如此重宝的面前 能够克制住贪欲的人 实在太少了 剑尖一指 黑色封印呼啸着飞向厚白之剑 如同隐章一般 重重压下 在封印 接触到剑身的那一刻 高亢的剑笑之音直冲青天 仿佛一条沉睡中的苍龙被惊醒了 紫色的浩大能量冲击而出 黑色封印瞬间粉碎 精神力与黑色封印相连的第二魔使 就觉得仿佛有人用一个一万斤的大锤 重重砸在自己脑袋上 他的精神之还猛然一阵几乎崩毁 鲜血从第二魔使的眼角 耳朵和鼻孔留下 浩白之剑上烙印了八蕴雷黄的武道意志 八蕴雷黄是数万年前天下第一人 在武道意志上尤其出众 玄丹中期及领悟战灵 深海之时战灵早已经达到白银境界 并且因为他的雷电立场而带上了雷电属性 这样的武者意志何其强大呀 在经过雷玉数万年的淬炼呢 又岂是第二魔使这样级别的武者能够侵犯的 这是神剑之怒 也是巴允雷黄无道意志的怒火 在第二魔使灵魂被反噬的那一刻 早已经刺激而动的林明 手持红色长枪身体暴射而出 空间在脚下缩地成寸 林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便来到第二魔使面前 精神力联系到邪神右眼 赤金色的雷光被强行调出一缕 灌注到红色长枪 对准第二魔使的脑袋狠狠就抽了下去 第二魔使目次欲裂 他动用空间一径 扭曲空间爆退开来 躲避着致命的一枪 然而在第二魔使身形 刚刚出现的几十丈外时 他却脸色苍白如指 因为林明也出现在这个地点 手中森寒寒的枪尖 就在他偏灵之上三尺处 论对空间意境的理解 林明有过数次的奇遇 又精通金棚破虚 自然远在第二魔使之上 哪会给他闪避的机会 仓促中第二魔使 举枪迎敌 林明这回没选择和第二魔使生死对拼 以重伤患他身陨 毕竟林明现在状态很差 哪怕承受住再次的重创 在这八千里黑色沼泽 也非常危险 手手 调转长枪砸下的轨迹 林明的枪抽在了第二魔使的枪杆 与枪头连接的地方 这是一杆枪上力道最薄弱的点 咔嚓 两枪相撞 林明虽然战技先机 压下了第二魔使这一枪 却未能伤到对方 这就是绝对实力带来的差距 不过就在这时 蕴含在长枪中的赤金色雷光爆发了出来 如同一轮夜空中生起的药语 第二魔使握枪的双手 直接烧成了脚弹 至此 他的双腿双脚全部被飞 林明根本就不给他任何机会 精神力联系到邪神右牙 第二缕赤金色雷光射出 雷光虽然速度不快 可距离太近了 而第二魔使又是浑身麻痹 这一道雷光直接洞穿第二魔使的丹田 第二魔使小腹直接烧成飞灰 一个焦黑的空洞贯穿身体 林 蓝 剪 第二魔使眼中闪过一丝怨毒 一口溺血喷在林明身上 他抓着林明的长枪 眼睛之中却闪过一丝怨毒的快意 死神之咒 诅咒你 白日 逼死 随着第二魔使最后一句话说完 他的身体骤然燃烧成一团黑色的火焰 而林明就觉得胸口一疼 巨大的灼伤感 仿佛有个烙铁滴在了胸口上 低头一看 却见在他的胸口 被第二魔使血液溅过的地方 竟留下一道黑色的咒印 咒印如同烙铁烧成 周围的皮肤碎裂呈现黑红色 死神之咒 魔道诅咒的一种 是一种非常阴毒的诅咒方法 在临死前燃烧自己全部生命力 包括灵魂 精血以此为贡品 献祭给四神 让四神出手 会杀杀掉自己的人 重诅咒者 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破解诅咒的话 百日必死 这 林明心中一灵 人类有灵魂 毋庸置疑 不过到底死后 灵魂会不会转世 却是个谜 一般舞者身陨 灵魂回归大千世界 总是抱着一分转生的希望 如果死后连灵魂都破灭 那是最痛苦的死法 也只有一些魔道舞者 比如必如玉之流啊 会专门修习抽魂炼随的阴毒功法 让舞者无比痛苦的死去 而现在 第二魔使为了诅咒自己 连灵魂都燃烧了 彻底化为虚无 真是好大的执念啊 舞者意志强大 执念也会更强 而第二魔使死前最大的执念 就是杀死林明 这诅咒 你能破吗 林明问魔光 魔光无奈的摊了摊爪子道 哎 我只是一缕残魂罢了 肉身没有 真缘没有 我能调动的能量 只有灵魂力 你先天气的时候 我还能帮你点 现在 你力不从心了 魔光说到这儿 有些感慨 林明的成长速度太快了 他现在只能是在一些见识和知识上帮到林明 林明也有些同情魔光 三头魔神拳 现在就剩下一个头了 而且神魂严重受损 也只能等着他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 帮助魔光重塑神魂和肉体 那我怎么破诅咒 林明语气平静 丝毫不认为自己真的会死在死神之咒下 简单 只要你实力够强 比下诅咒的人强大许多 就可以破了 我懂了 死神之咒虽然显得神秘 但说到底还是能量组成的杀招 破解它只需要更强的能量即可 一百日 应该足够我冲破命运了吧 只要我破命运破开这道咒印 应该不成问题 这次八千里黑色沼泽之行 林明收获重大 有赤金色雷光相助 他有信心百日内破命运境界 修罗神功 灰色的涌道中燃烧着赤红的火把 在涌道尽头摆放着一尊猙獰的恶魔雕像 一个红衣童子 还有一个中年人恭敬的站在雕像面前 童子身边还有一个黑衣执士 黑衣执士手中拿了一个托牌 上面是四道命魂玉剪 其中三道开裂 一道完全粉碎 修罗神国的高层 每人都会在神宫内部留下命魂玉剪 修罗神国自有一套制作命魂玉剪的秘法 能够让命魂玉剪对舞者的伤害降到最低 都死了 一道虚无威严的声音突然在密室中响起 红衣童子和中年人头锤的更低了 甚至有些惩惶惩恐 属下无能 作为天命榜排名靠前的高手 在真正的神海大能面前 还是能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黑衣执士手中的托牌自动飞起 四道玉剪在能量的包裹下树立起来 一道黑光从恶魔雕像中发出 射向四道命魂玉剪中碎得最彻底的那一道 将那些碎渣完全笼罩 一丝丝能量从命魂玉剪中一散出来 灵魂彻底燃烧 精血耗尽 肉体焚毁 是死神之咒 那道声音自言自语着 第二魔使临死前发出死神之咒 这让他十分诧异 到底是谁杀了他呀 让他不惜绝了轮回转世的希望 也要用出死神之咒啊 死神之咒对实力远高于自己的对手无效 只能对付那些实力比自己差不多呀 或者只强一点的对手 那么他是对谁下的诅咒呢 林兰剑吗 按理说林兰剑可根本就没有击杀第二魔使的实力 可是在环境复杂的八千里黑色沼泽 本来就不能以常理测制啊 玉剪的碎片凭空消失了 黑色雕像轻轻一颤 那神海强者已经离开了 下一刻他出现在了一座幽黑的山峰之前 在这山峰中有一处深谷 深谷里天地元气无比丰富 灵花灵草遍地盛开 长公主 声音的主人显化出身形来 是个身材异常高大的中年男子 他衍生双瞳眉毛如见 浑身上下自然而然流露出一股帝王之气 他就是修罗神国的神皇司徒浩天 长公主是他的姐姐叫司徒姚夕 司徒姚夕千年之前 以六重命运境界晋升神海 如今依旧停留在神海前起 虽然实力并不出众 可是司徒姚夕在灵魂力上 有极高的天赋 司徒浩天这次来 就是为了让司徒姚夕原 蚕碎玉剪上的神魂之力 推演出当时发生的情景 一道火焰在空中燃烧 命魂欲减的碎渣完全融化了 几缕微弱的残魂被灼烧出来 在空中凝化出种种的虚眼 我也无法还原当时的情景 司徒姚夕摇了摇头 第二摩使自毁灵魂 没有半点信息传回来 哪怕司徒姚夕对灵魂力了解的再深 也无能为力 我最多只能推测出摩二诅咒对象的大致修为 以及他现在的模糊位置 司徒姚夕说着 把那几缕如同青烟一般的残魂抓在了手中 全部封印在一个红色水晶中 好 司徒浩天点头 能推测出被诅咒者大致的修为 已经足够了 司徒姚夕从须弥解中取出一个黑色的头骨 一缕真缘灌注到黑色头骨中 那头骨顿时燃烧起苍白色的火焰 如同骨一火一般 右手捏碎水晶体 拳头大小的水晶 竟是化成了细细的粉末 如同一阵青烟一般 飞入了苍白色火焰中 这些粉末 连同粉末中蕴含的残魂 被火焰炼化 一张扭曲的脸孔 浮现在火焰上方 正是第二魔石的脸 脸孔模糊幻化 组成无数复杂抽象的景象 除了司徒姚夕本人之外 无人能看得懂 这古怪的仪式 持续了足足一个时辰 这火焰渐渐熄灭 结果如何 司徒浩天问道 司徒姚夕沉吟了一会儿 缓缓地说道 被诅咒者 应该是玄丹后期 到依从命运修为 现在的位置 大概确定为七星神国西南十万里处 而且他在继续向西南方向高速移动 玄丹后期到依从命运 果然是那个小畜生 司徒浩天脸上 看不出任何表情 眼神平静到可怕 能以玄丹后期到依从命运 击杀第二魔石 并且让他用出死神之咒 这种人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林兰剑 而且按理说 林兰剑也不可能有这份实力 那么毫无疑问 他是借用了八千里黑色沼泽的士 这才击杀了第二魔石 至于他究竟怎么借势 为何自己没有陨落其中 司徒浩天难以想象 这个小畜生 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他是一个宝藏 他身上绝对不止摩帝之铠 和摩帝传承这些东西 他必然有更多的宝物 有些东西 也许对神海强者 都有极大的作用 一旦那些东西被人知道 不光是我们 其他神海强者 也会动心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 将消息适当的泄露出去 让林兰剑无处可躲 不 当然不 他终究是个 没成长起来的雏鸟罢了 我们吃了一点亏 但并不是真的对付不了他 这一次 我亲自出手 必须活捉他 司徒浩天声音冷漠 带着一股指掌天下的霸气 以堂堂一大神国的神皇 出手对付一个玄丹后期小辈 说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啊 你还真是不顾身份呢 长公主轻轻一笑 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 之前我修罗神国两大国师 四大魔使齐楚 我本以为阵容足够强大 可依旧折损在林兰剑手中 这等天才 都会有大气韵加深 使人中之龙 有地者之命 要对付他们 必须拿出最强的力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其摧毁 否则总是拿出一些比他强不了多少的实力 结果只是做了他成长的魔刀石 被他一次次的战胜 最后他会成长到有足够的力量 覆灭我修罗神国 所以这次你也要跟我一起去 随时占卜林兰剑的位置 司徒浩天说话间 眼眸中叠加在一起的双铜 爆发出繁星一样的光芒 让人心惊 覆灭我修罗神国 言过其实了吧 这片大陆没有谁能以一己之力 覆灭四大神国中的任何一个 过去没有 不代表将来没有 我有预感 这个林兰剑 会成为这样的人 他的存在 迟早会引起各大势力的恐慌 他 不似是该存在于这个未面的天才啊 司徒浩天说到这里 舔了舔嘴唇 能够毁掉这样的天才 挖进他身上的秘密 便有那么一封可能 继承他的气韵和递者之命 成绩无上伟业 只是一刻钟后 一艘体长几十丈的巨大神行舟 从修罗神宫飞天而起 在司徒浩天的亲自操纵下 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向林明所在的方向 这艘神行舟上 不但有司徒浩天和长公主 司徒姚希两的神海强者 还有大摩使 两位国师 司徒浩天的大弟子 以及两位修罗皇子 数位亲王世子 而其中林明在九华宴上击败的司徒川 司徒风也在其中 对于这次能够跟随神皇一起去追杀林明 司徒川心里甭提多开心了 九华宴之日午 他毕生难忘 林兰剑 你等着 这次父皇亲自出手 我看你往哪逃 司徒川站在神行舟的周手 感受着迎面吹来的狂风 一头长发被肆意扬起 意气风发 此时 七星神国西南风 林明乘坐着神行舟 正在全速飞动 这神行舟 不愧是顶级飞行宝器啊 安放好元灵石 再灌注一部分真元 速度比起林明巅峰速度不逞多让 而林明保持巅峰速度 用不了多久 就会力竭 可神行舟却能一直飞下去 只要元灵石足够就行了 前面就是神器一族所在的小千世界 能够来到这里 林明也是感慨万分 之前在千里禁区 饶食他不怕雷遇的惊雷 又有赤金色雷光浩白之剑 乾坤荣日炉三样底牌护身 可还是凶险万分 八千里黑色沼泽 有众多太古凶兽 这些凶兽非常危险 十头凶兽里得有八头比林明强大 他不得不依靠那些底牌来御敌 最凶险的一次 林明躲进乾坤荣日炉里 背头巨猿模样的凶兽 一掌就拍飞了 林明在乾坤荣日炉中被震得蹊跷流血 差点一命呜呼